纳宏书 第一章 论尼尼维的末世 就是伊勒哥斯人纳宏所得的末世 耶和华是寄邪施暴的神 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 向他的敌人施暴 向他的仇敌怀怒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 大有能力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他沉旋风和暴风而来 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 他斥责海 使海干了 使一切江河干涸 八山和家密的树林衰残 粒八嫩的花草也衰残了 大山因他振斗 小山也都消化 大地在他面前吐起 世界和住在齐千的也都如此 他发愤恨 谁能立得住呢 他发烈怒 谁能当得起呢 他的愤怒如火倾倒 磐石因他崩裂 耶和华本为善 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 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但他必以掌溢的洪水淹没尼尼为 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 尼尼为人啊 设何谋攻起耶和华呢 他必将你们灭绝静 灾难不再兴起 你们像从杂的荆棘 像喝醉了的人 又如枯干的碎尖全然烧灭 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 无谋邪恶 设恶计攻起耶和华 耶和华如此说 尼尼为虽然势力充足 人数繁多 也被剪除 归于无有 犹大 我虽然使你受苦 却不再使你受苦 现在 我必从你景象上 折断他的恶 扭开他的绳索 耶和华已经出令 指着尼尼为说 你名下的人 必不留后 我必从你神的庙中 除灭雕刻的偶像 和铸造的偶像 我必因你彼漏 使你归于坟墓 看哪 有报好信 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 说 犹大 可以守你的节鞋 还你所许的愿吧 因为那恶人 不再从你中间经过 他已灭绝 请进了 纳洪书 第二章 尼尼为啊 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 你要看守保障 警方道路 使妖强壮 大大勉励 耶和华 复兴雅各的荣华 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 因为始地空虚的 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 将他们的葡萄汁毁坏了 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 精兵都穿珠红衣服 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 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 伯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 车辆在街上急行 在宽阔处奔来奔去 形状如火把 飞跑如闪电 尼尼为王招聚他的贵胄 他们步行半叠 速上陈墙 预备挡牌 河闸开放 宫殿冲没 王后蒙羞 被人掳血 宫女垂羞 哀鸣如歌 此乃命定之事 尼尼为自古以来充满人民 如同聚水的池子 现在居民却都逃跑 虽有人呼喊说 站住 站住 却无人回顾 你们抢掠金银吧 因为所积蓄的无穷 华美的宝戏无数 尼尼为 现在空虚荒凉 人心消化 双膝相碰 腰都疼痛 脸都变色 狮子的痘和少壮狮子 喂养之处在哪里呢 宫师母狮小狮游行 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 宫师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 为母狮掐死活物 把撕碎的掐死到充满他的洞穴 我与你为敌 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 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 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 你使者的声音 必不再听见 那红书 第三章 祸在这流人血的城 充满谎炸和强暴 抢夺的事总不止息 鞭声响亮 车轮轰轰 马匹踢跳 车辆奔腾 马兵争先 刀剑发光 枪毛闪烁 被杀得甚多 尸首成了大队 尸骸无数 人碰着而跌倒 都因那美貌的妓女 多有银行 惯行邪术 借银行诱惑列国 用邪术诱惑多足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与你为敌 我必揭起你的衣襟 蒙在你脸上 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 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 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 抛在你身上 入墨你 为众目所观 凡看见你的 都必逃跑离开你 说泥泥为荒凉了 有谁为你悲伤呢 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 你岂比挪亚门强呢 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 周围有水 海坐他的壕沟 又坐他的城墙 古石和埃及 是他无穷的力量 福人和陆比族 是他的帮手 但他被迁移 被掳去 他的婴孩在各室口上 也被摔死 仍为他的尊贵人 年鸠 他所有的大人 都被链子锁着 你也必喝醉 必被埋藏 并因仇敌的缘故 寻求避难所 你一切保障 必向无花果树上 出熟的无花果 若一摇害 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 你地上的人民 如同妇女 你国中的关口 向仇敌敞开 你的门栓 被火焚烧 你要打水 预备受困 要兼顾你的保障 揣土和泥 休不专有 在那里 火必烧灭你 刀必杀戮你 吞灭你如同男子 任你加增人数 多如男子 多如蝗虫吧 你增天商骨 多过天上的心 男子吃尽而去 你的首领 多如蝗虫 你的军长 仿佛成群的马蚱 天凉的时候 其落在篱笆上 日头一出 便都飞去 人不知道落在何处 鸭树王啊 使徒行传 第25章 菲斯都到了任 过了三天 就从盖撒利亚 上耶路撒冷去 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 向他控告保罗 又央告他 求他的情 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 他们要在路上埋伏 杀害他 菲斯都却回答说 保罗压在盖撒利亚 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 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 与我一同下去 那人若有什么不适 就可以告他 菲斯都在他们那里 住了不过十天八天 就下盖撒利亚去 第二天坐堂 吩咐将保罗提上来 保罗来了 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 犹太人周围站着 将许多重大的事 控告他 都是不能正视的 保罗分诉说 无论犹太人的律法 或是圣殿 或是该萨 我都没有干饭 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问保罗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却 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 我站在该萨的堂前 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 我像犹太人 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 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 我若行了不义的事 犯了什么该死的罪 就是死我也不辞 他们所告我的事 若都不实 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 我要上告于该萨 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 就说 你既上告于该萨 可以往该萨那里去 过了些日子 雅吉帕王和百尼基市 来到该萨利亚 问菲斯都安 在那里住了多日 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 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在街里的 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 求我定他的罪 我对他们说 无论什么人 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峙 未得机会分速所告他的事 就先定他的罪 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 即至他们都来到这里 我就不担言 第二天便坐堂 吩咐把那人提上来 告他的人站着告他 所告的 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 不过是有几样辩论 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 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 是已经死了 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 这些事当怎样就问 我心里作难 所以问他说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 但保罗求我留下他 要听皇上审断 我就吩咐把他留下 等我借他到该撒那里去 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 明天你可以听 第二天 雅吉帕和百尼基大仗威士而来 同着众签伏长和城里的尊贵人 进了宫厅 非司徒吩咐一声 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 非司徒说 雅吉帕王何在这里的诸位啊 你们看这人 就是一切犹太人 在耶路撒冷和这里 曾向我恳求呼叫说 不可容他再活着 但我查明 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 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 所以我定义把他借去 轮到这人 我没有确实的事 可以奏明主上 因此 我带他到你们面前 也特意带他到你 雅吉帕王面前 我也要在查问之后 有所沉奏 据我看来 借宋囚犯 不指明他的罪案 是不合理的 使徒行传 第26章 雅吉帕对保罗说 准你为自己辩明 于是保罗伸手分诉 雅吉帕王啊 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是 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 实为万幸 更可幸的是你熟悉 犹太人的规矩 和他们的辩论 所以求你耐心听我 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 并在耶路撒冷 自幼为人如何 犹太人都知道 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 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 做了法利赛人 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 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 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 怯怯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 王啊 我被犹太人控告 就是因着指望 神叫死人复活 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 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 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 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间里 他们被杀 我也出名定案 在各会堂 我屡次用刑 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 又分外恼恨他们 甚至追逼他们 直到外邦的诚意 那时 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 往大马色去 王啊 我在路上赏舞的时候 看见从天发光 比日头还亮 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 我们都扑倒在地 我就听见有声音 用希伯来话向我说 扫罗扫罗 为什么逼迫我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我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现 要派你做执事 做见证 将你所看见的事 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 证明出来 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我拆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泉下归向神 又因信我 悔改的心相衬 因此 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 想要杀我 然而我蒙神的帮助 直到今日还站得住 对着尊贵 卑贱 老幼做见证 所讲的 并不外乎众先知 和摩西所说 将来必成的事 就是基督必须受害 并且因从死里复活 要首先把光明的道 传给百姓和外邦人 保罗这样分诉 菲斯都大声说 保罗 你癫狂了吧 你的学问太大 反叫你癫狂了 菲斯都大人 我不是癫狂 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 王也晓得这些事 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 我深信这些事 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 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 鸭基帕王啊 你信先知吗 我知道你是信的 你想少为一劝 便叫我做基督徒啊 无论是少劝是多劝 我向神所求的 不但你一个人 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 都要像我一样 只是不要向我有这些锁链 于是王和巡抚 并百姨基与同座的人 都起来 退到里面 彼此谈论 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 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 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萨 就可以释放了 诗篇 第四十七篇 可拉后裔的诗教于灵长 万民啊 你们都要拍掌 要用夸盛的声音向神呼喊 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谓的 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他叫万民浮在我们以下 又叫列邦浮在我们脚下 他为我们选择产业 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 神上声 由喊声相送 耶和华上声 由脚声相送 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 向我们王歌颂歌颂 因为神是全地的王 你们要用悟性歌颂 神做王治理万国 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 列邦的君王聚集 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 因为世界的盾牌 是属神的 他为至高 而是 slow 散 underway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